而在花蓮市民生里松原别馆后方新兴路巷弄 约有500平的工友地 在前县长陈清水协助增设、挡土墙以及护栏的工程 已经在今年的10月底完工之后 16号的上午花蓮市公所也前往会刊 未来市公所也将会申请计划建设 串联周边景点成为市中心绿地秘境以及观光廊道 花蓮市民生里松原别馆后方新兴路巷弄里 有一处生态沟 河道右岸在为施工前荒芜且杂草重生 花蓮市公所在今年5月将该处施作挡土墙护拨 10月底完工 目前正在植草、草绿美化规划 花蓮市长威嘉贤16日上午前往会刊 包含协助争取经费的前县长陈清水 以及民生里长吴明崇也到场关切 谢谢陈清水、陈前县长 同时也是过去的我们陈市长 那真的是县政、市政的一个老师傅 他对整个市政的规划跟一些蓝图 都有他独到的见解 那也许过去是20年前、30年前的一个市政规划 在当时可能遇到一些民众的抗争跟冲击 可是20年、30年后的现在 我们来推动起来就会比较顺畅 所以不论是左仓的公墓变公园 然后来这里的一个民生里的一个党土墙、户坡 跟整个氛围的营造跟整个地景的串接都是非常容易开始来推动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跟陈县长的一些建议来做相关的结合 未来也会把这一个部分来申请地方创生计划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计划来把这个氛围能够赶快的来把它完成 那再次要谢谢陈前县长还有民生里的武理长 那这样子用心的来把地方来做建议 也把地方来做申请管理 那未来华林市公所也会持续地将这些宝贵的意见做下去 前县长陈清水表示 此区北侧有公家机关关阳土地 南方也有江军府 旁边就是美轮山美轮溪 户篮若做好草皮种起来 出入口标示清楚及美化 势必能成为串联景点的绿地秘境及观光廊道 惠家贤表示 感谢前县长也是前市长的陈清水 对于县市镇篮图有独到的见解 市公所未来将结合前县长诸多议员的支持 申请地方创生等计划 完成这块地的营造 接着长帮彦华林市报导